穿上围裙戴上头巾 平时照顾病患的台北慈激医院医疗团队 齐聚厨房替即将到来的腊八节做准备 为了纪念佛陀晨到日 民间习俗会准备腊八粥供养佛 并且分送给民众 除了象征传递祝福 当中的食材 也能够在冬天带来温补的功效 最常见的应该是桂圆 红枣 第一个叫它是补血的 第二个它是比较温的 那又加上糯米 所以第一个 当然就是比较温补的 口干舌燥的 火气大了 但是这个就不太适合 辣八粥通常制作成甜的口味 由于当中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 是比蛋糕 饼干还要更好的甜点选择 不过营养师也提醒 慢性病患食用时要特别注意 像糖尿病人患者 在食用的时候份量就要特别注意 因为里面有一些顺骨杂粮类 以及水果类 那都会提升血糖 所以我们在吃了一碗之后 下一碗的主食类分量就要减少一些 那像在慢性肾脏病的患者呢 因为里面也有主食类的一些蛋白质 还有一些坚果类也含有蛋白质 还有磷 所以我们在食用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 暖暖的辣八粥在冬天食用不仅可口 还能够增加营养与能量 但也要注意 若是补太多补过头 反而会造成身体的负担 大约新闻黄县 张国祥 台北新电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